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抵抗力 那一切都会找到你 而且说我们有些这个女性喜欢就是说反复的去清洗 这个清洗也是不对的 特别是严正这一块 你本身它有自然它自己的屏障 你反复把那个粘膜保护层你给它洗掉了 反而容易反复的严正 另外有的时候它需要夫妻双方统治的 有的时候你女方我注意了 我治好了 男方但是她携带这种病菌的话 她就可能会反复的交叉感染 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从多方位的去考量这个问题 很多女性朋友我知道她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很难自查 那大家究竟应该如何来意识到 说我自己可能是患有复合疾病了 一般炎症它是有症状的 你比如说这个炎症有痛 还有一种就是痛经 或者说我月经不正常 像这一类的患者的话 他会主动的到医院去检查 那但有一些疾病的话 你比如说这个子龙肌瘤 卵胀囊肿 肌胎瘤 他根本就不知道 有的时候偶尔体检的时候才发现 就是才知道原来我有子龙肌瘤 才知道了 我前天有一个患者 就是这个患者的话是 十几年他都没有做物检查 然后是前天 他突然他就说 可能滴滴拉拉出血 有二十多天了 这个女儿是47岁 最少十年 她是个农村的 这个到冤检检查后 多发子龙肌瘤 而且一个宫颈后唇 一个大瘤子 竟然达到6.8公分 那整个就充填了 整个下面的一个生殖系统 就是这个阴道都充填了 然后没有办法 为了保住他的子龙 那我就就是在这个 把那个宫颈后唇切开 把这个瘤子全部取出来了 像这种的话 如果早一点发现的话 就不至于 我们就是飞那么的劲 是 而且我相信 对他的这个损伤 应该是相对来说 也比较大 那肯定的 如果是很小的话 就是很容易就得播出来了 那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 很容易因为大家的一些忽视 包括像刚才 胡老师介绍到的 他是发现 可能出现了 里里拉拉的 这个出血的现象 如果说这次 没发现这个出血 可能还没去检查呢 那后发可能 这个后续引发的这个 这个后果呢 就会非常的严重了 对 因为我们这个 本身这个 妇科这一块的话 它本身 它没有这个提神经 提神经 就是说 对于疼痛 它不敏感 比方 公颈发生严重 那如果有的 为什么就是 明星们 他就是等公颈癌 一发现 就晚期 他没有症状 他顶多 可能是出现了 分泌物比较多 他认为 分泌物多 可能是正常的 这就错了 所以说我们 还是呼吁广大的女性朋友 每年一定要做一次体检 体检对我们女性 非常的重要 毕竟我们的生肢系统 是比较隐秘的 它不像其他的地方 比方食道 它有症状 就是说肺 它有症状 或者咳嗽 吃东西 有这个症状 那个妇科 它是不知不觉 就找到了你 确实是这样 其实很多疾病 都是非常容易 被大家忽视 而之所以被我们忽视的原因 就在于 它太容易 被大家忽视了 因为我们没有一些症状 没有一些表征的这种现象 让我们去察觉它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 胡老师有介绍到 比如说有一些子宫肌瘤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种潜在的一些瘤 提到它的时候 大家可能想到的 还是挺害怕的 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好像平时 应该离我们的生活挺远 怎么就一检查 突然间发现 自己患有了子宫肌瘤呢 就这个时候 可能也给大家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吧 对 这个其实子宫肌瘤的话 你大可不必 就是说一查着子宫肌瘤 哎呀 是不是有 是不是恶性的东西 子宫肌瘤其实是良性的东西 它这个恶变率 还是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你子宫肌瘤 长的位置不行 你长到宫腔 你比方说 你长到这个宫腔里面 即便是很小的 它会引起你月经量多 会引起你月经林立 你如果说 你长到这个 树卵管这个地方 堵着这个口的地方 那你就会引起不孕 所以说有些女性 我现在不怀孕 那是不是你这个 有子宫肌瘤 一定要去排查一下 还有一个 我还是上一个月 还有一个患者 他是43岁 虽然说他没有结婚 但是他突然出现 他没有结婚 他就更没有这个意识去检查 然后他突然就出现了什么 尿频 尿不出来 结果一检查 宫颈下断 就前辟的下断 长了一个9.9乘9.8乘9.9一个大瘤子 可以说比新生儿的头还要大 正常新生儿的头才9公分 一般都是9公分 那你现在比他大得多 他当然 他挡住这个膀胱 排尿肯定就出现了一种困难 压迫到其他这种 对 压迫的 对 它就压迫症状了 然后就找到了我 能不能 就是说把他的子宫能保住 那如果说按以前的这种做法的话 子宫一定是亲 因为他的宫颈 侠部已经延伸到一个宫颈 宫颈这个宫颈上了 然后他的瘤子还总共是18个瘤 我给他做了三次 就是说分了三次 我才跟他传不做完了 这相当于很多的瘤了 特别的多 因为这个瘤子的话 就是你越不生孩子 不是说我生孩子都不得瘤子 其实你越生孩子 反正就是说你肌瘤发生率 并没有那么高 他又孕疾做了保护 你越不生孩子 肌瘤发生率还是非常高 那胡老师在您看来 这个子宫肌瘤 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妇科疾病 这个我刚才说了 它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异常平化剂的增生 还有阶体组织 它是组成的 因为这种人的话 一般情况下 就是都喜欢问 那他怎么得的 其实这种人的话 就是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现在也统计出来 他本身是有遗传因素的 如果妈妈 姨 他就家族性的姐妹 他如果有 这种几率会加大 对 他就是有这种基因 就像在地理 你生下来 你就带这个草子 一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就生长出来了 说到这是遗传因素 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能就是 本身的饮食有关系 你特别爱吃肉 特别是猪肉 牛肉 羊肉 就是以肉为主 以红肉为主的这种女性 发生的也比较高 饮食还是要注意 还有一个种 就是说内分泌失调的 经常熬夜 经常熬夜 我做些时间又不规律 然后就是又不去注意 这个激活生育 这一块 又不注意 就是说避孕 经常又喜欢 到那睡觉 人流我做了 这样的话 其实人流 对这个内分泌影响 是更厉害的 对人体伤害是最大的 这种的人 他就容易犯 这个 容易得这个子龙脊瘤 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的人 刚才我说了肥胖的人 未婚的这种女性 都容易得这个子龙脊瘤 总而言之 就是说他这个病因 并没有说明确 到底是某一种因素 怎么样的能避免 我不得子龙脊瘤 我们只能说是尽量 就是检查出来的这种原因 我们尽量去避免它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还是应该多去医院 做这样的相应的检查 不要说自己在家里面 没有症状 然后就觉得 应该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 没什么问题了 刚才其实通过 胡老师的介绍 我们会发现 子龙脊瘤 它的这个病因 是多种多样的 很多原因都可能 会引发您 患上这个子龙脊瘤 我知道很多人 在通过体检的过程当中 可能突然间发现 自己患上了腺脊瘤 而有些人能一查 说自己是子龙脊瘤 他们两者之间 有什么联系吗 有很多患者 就是说我有子龙脊瘤 本来就约了一只子龙脊瘤 结果一看 它不是子龙脊瘤 是腺脊瘤 就是我今天 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腺脊瘤的事 腺脊瘤是什么 腺脊瘤是子龙内膜 一味的一种 也就是说它跟炎症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弓腔 这个弓腔 这个内膜 这个粉色的内膜 它本身跟基层 它是有一层屏隐 这个屏隐 当有炎症 遭到破坏的时候 这个内膜 你像这种 星星点点 这种内膜 它可能会移位在基层里面 并且在基层里面 安家落户 就是说生长脱落 生长脱落 那生长脱落以后 它也没有正常的通道 出不来 出不来以后 正常的基层 就对它的吸收 吸收了以后 那就像人吃多了 我就肥 肥了以后 那就会出现 正常组织就粘连了 正常它是不会粘连的 它是有一个连接面 但是不是说全部粘连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边界不清的 你看像这种 就是腺脊瘤 它是边界不清的 边界不清 你看这顾名思义 我们这个腺脊瘤 并不是说真正的脊瘤 它是正常组织的 肿占和粘连 所以说我们称它为外来户 它是假脊瘤 那我们的子龙脊瘤 我们子龙脊瘤 是正常平滑肌 你看这是一条条的平滑肌 正常平滑肌当中 长了一个 长了一个异常的这种瘤 所以这种子龙脊瘤的话 在做手术的时候 很容易给它拨出来 那正常的 如果腺脊瘤的话 是这种情况 本身有缝隙 腺脊瘤的话 就是说我正常组织 肿脏粘连 在超声下 好像跟子龙脊瘤 有点相像 但是腺脊瘤 它是没有边界的 没有边界 它主要的症状 是以痛经 月经量增多为主 明白了 其实通过这个胡老师的介绍 我们会很清晰明了的发现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但是从这个 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 好像这两者 又特别容易混淆 大家很难区分 如果说一旦说混淆了 或者说遇到了 不是很专业的人 来进行了一个诊查 他们之间进行混淆治疗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也是就是 也是这个患者做了 可能有两个月了 这个患者就是 在别家医院 我也不说在哪家医院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 多发子龙肌瘤 这个也是 他通过跟我说 我贷款了五万块钱 就想治疗子龙肌瘤 结果这个医生 就给他打着一个诺瑞德 大菲林这一类 这一类药的话 就是卵巢的阻断剂 也就是说叫你 出一个低激素水平 不然你卵巢不让你工作 我将你医治他 医治他本身对这个子龙肌瘤 暂时他是有缩小的作用 他如果说对 如果说这个人 约经量过多 快要举 马上就绝经了 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打了十针 打了十针 打了十针以后 这个患者跟我说 那我那时候 更年轻的症状 汗两个风扇对着我吹 那汗都快要流 实在是受不了 受不了以后 最后的这个子龙也缩小了 缩小以后 他就上了曼与乐环 曼与乐环上了以后 大概有三个月 去检查了 肌瘤 又长大了 又长大了 而且是多发的 然后他那个环 这个弓腔也大了 这个环又掉下来了 这个环用 它是也是比较贵的 有一两千块钱 最后了 他是听朋友介绍 以前在我这治好了 然后就找到了 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以后 我一看 他又问 我一问他那个病史 他又说这样 我说你错了 如果是现肌瘤还可以 但是你是子龙肌瘤 子龙肌瘤也说 你用这个药的话 暂时可以 它这个这个肌细胞 它可以说萎缩一下 它只能作为 数前的一个预处理 就是将来我做手术 我可能出血少 子龙小一点 瘤子小一点 但是你只要是 把这个药一停 它马上就长大了 因为子龙肌瘤 本身就是一个激素 我们这个女性激素 特别是 雌激素的一个依赖剂 那雌激素本身是什么 雌激素就是能 促进肌瘤的一个 增生和分裂 我们的孕激素 它就是能 这个促进子龙肌瘤 这个细胞是增大的 如果它的比例是平衡的 它就不用发生子龙肌瘤 所以这个人的话 他就是治疗错误 而且你看扔了多少钱 扔了几万块钱 结果还是通过我 我跟腔性联合 副腔性联合 把他的肌瘤 全部给他拿掉了 也就是说一旦混淆了 其实是会耽误病情的 而且长期按照了一种 不是自己应该得的疾病 你看这子龙肌瘤 按照了腺肌瘤来治疗 或者腺肌瘤 按照子龙肌瘤的方式来治疗 这都是对自己的健康 会造成很大的这种损失的 包括刚才胡老师提到了 还花费了不少的钱力 其实这几万块钱倒是小事 对于病人的身体健康来说 我觉得损失的 其实是更大的 很容易去延误了病情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个子龙肌瘤还有腺肌瘤 那这子龙肌瘤 究竟它什么样的人群 最容易得呢 除了我们刚才 可能已经提到了说 这个有遗传的因素 可能包括肥胖的人士 那么究竟 有没有一些易发人群呢 易发人群就是高发的人群 还是30岁到50岁最多见 在这个年龄段 对这个年龄段是最多见 如果说妈妈有 妈妈就有子龙肌瘤 那有可能说 他可能20多岁就发病 我们经常见的患者 都是20多岁 我现在还有一个患者 还在没走 他是从上海过来一个患者 才24岁 没有结婚 那很小 现在子龙里面有三个瘤子 因为怀孕了 他胎停了 胎停了以后 他就知道 自己不但有桥林当中 还有三个子龙肌瘤 现在就准备明天就走了 他这个是属于遗传导致的吗 他这个他妈妈 他说他没有 他说他妈妈 没有这个子龙肌瘤 可能就是跟他这个生活 可能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 然后他是做这个什么 IT的 然后他是可能晚上经常熬夜 所以说我们作为女性的话 一定在11点 11点准时要入睡 11点 12点 1点是个子时 这个的话是我们体内 就是分泌次息素最多的 刚才就是在后台 有一个孩子问我 那怎么样的 软炮长得快 那就是这样 你只要你好好睡觉了 这个软炮自然已经长好了 这个肌瘤发生率 也就比较低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还有一个 就是个饮食这一块 我见过最年轻的 最小的16岁 一直按月经不调 去给他处理 结果延误了病情 很难想到 对 那当时孩子是上学呢 都认为是 好像是这孩子不成熟 是一个 这个排卵不成熟引起的 然后条条 他没有做壁钞 结果是一个大瘤子 大瘤子 对 这就延误了病情 因为他的饮食 就是经常吃着 他非常教我 现在独生女吧 什么肯德基 麦丹劳 光吃着 什么白水不喝 光喝饮料 这种的话 吃油炸食品 对 油炸食品也是 你都容易得 这个子宫肌瘤 所以说得子宫肌瘤 是一种多方面的 一般你为什么 就是我们进入更年期 40岁以前 它是比较稳定期 因为磁蜴基础还行 但是已进入40岁以后 进入我们那个更年期 42岁到58岁 这一段的话 磁蜴基础可能就是说 可能会失衡 那长瘤子 瘤子长得非常的快 所以说有些女性就是 我说子宫肌瘤很小 我不管它 我也有生意要求 我不管它 等长大我再处理 其实要是说你现在比较年轻 我30岁我就发现 子宫肌瘤 还是趁早不得灭了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我知道 其实无论是子宫肌瘤 还是现肌瘤 大家及时地去发现 真的太关键了 像刚才胡老师介绍到 刚才这个16岁的女孩子 被查出来 患有了子宫肌瘤 那这想一想 可能作为父母 或者说作为这孩子本身 都应该挺担忧的 毕竟呢 大家现在一听到 这个提到了子宫肌瘤 还是觉得是 离自己挺遥远的事 他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挺害怕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 既然说发现自己生病了 一定要及时检查 及时治疗 说到这个治疗方式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会建议到大家 大家一般知道 这不爱开刀 不爱做这种传统的 这种切开式的这种方式 觉得损伤面很大 对 是的 就是现在我们 这个随着一个社会的进步 我们医疗界也在寻找 就是说最微创 从就是从有创到微创 从微创到无创 现在我现在做的 但是我带来我的团队做的 基本上都是无创伤的 无创伤的 就是说只要在弓腔里操作 我们都称为是无创 包括我们弓腔镜也好 包括我们这个 护士冷循环介入也好 我们都是一种 无创的治疗 就是不开刀的 不用开刀 做完了以后 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你就说我们像 我们这个护士冷循环介入治疗 我们只需放一个针 小的时候只需放一个针 就像地里长的小草芽 用一个针 给它一灭活就可以了 灭活它自己就吸收了 都看不见了 你要是长成一个大瘤子 那大瘤子的话 我可以给你灭 但是用刀做 可以给你灭 灭了以后 你想让它看不见 可能就是我还得给它取 就我们这个技术 就相当于什么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 有生命力的一个树 这个树 打个比方 我想方式法变成一棵死树 这个死树 如果你太大的话 可能在照片上 还有这个影子 你想这个死树 我得跑走 给它挖走 那我们需要二次游的时候 轻创 那就比较费劲了 是不是 如果说很小的话 根本不需要轻创 一般情况下 五公分一下 我们都可以不取 它自己慢慢就吸收 都看不见了 这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这个技术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不出血 是个凝固治疗 它是不出血的 我们有这个外循环保护 还有内循环保护 有些人说 你做这个的话 会不会伤到我的内膜 绝对不会伤到内膜 因为我们进刀 我是称为 我自己的刀法 叫胡适刀法 我们进刀的话 就是采取的话 都是下段进刀 鱼区 从基层鱼区 进到瘤子里边 对于这弓腔 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那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理解为 它其实也是一种 保宫的治疗 当然是保宫治疗 对 当然就是一个保宫治疗 如果说你这个女性 就是说 现在她弓腔里 有一个瘤 在弓腔里 像带地的那种瘤子 现在这个医院 又进了一个 house的一个冷刀 我们用冷刀的切就行了 马上就给拿掉了 那也是保护一个 子宫内磨的一个特殊的方式 那首先呢 我们来接听一下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咨询 您好 就是我今年36岁了 就是我肚子吧 有时候总会疼 来月经就更疼 就疼了都不行了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有子宫肌瘤 如果有的话 我不太想开刀 我怎么治啊 这个患者说 他是36岁 痛经是越来越重 就是根据他这个情况 我还是怀疑 他是不是有肌腺症 或者是肌腺瘤 建议他到医院去检查 做一个检查 如果说他是有子宫腺脊瘤 或者说子宫腺脊症 子宫也不太大的话 暂时如果说 有没有要孩子的 这种诉求的话 其实最好上个卖了还就可以了 就是比一下好解决的 对对对 就上个卖了还就可以了 不用太担心 那好 非常感谢胡老师的解答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微信公众平台上 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咨询 这位是手机尾号 为4437的观众 他说今年是29岁 有两个孩子 去年检查自己患有子宫肌瘤 然后医生建议他做手术 但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的害怕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不用 现在只要是发现了子宫肌瘤的话 不管多少 就是我做了最多的38个瘤子 我们都可以进行了保育治疗 我们的保育治疗 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话 他的瘤子非常的多 非常多 有的是肩膜下 肩膜下就是往外长的 像我这个手一样 往外长的 还有这个粘膜下也有 臂肩的也有 我们可以跟腔镜联合的 联合就是外面 如果突的 我们采取这个腹腔镜给它合除 然后这个弓腔里的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弓腔镜 或者是耗磁冷刀 或者说我们这个电切都是可以的 然后臂肩的 他看不见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护身冷循环介入的方式 一个一个给它灭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 一次性的给它灭完 如果说这个患者 它全部是避肩的 我可能外面也没有 我这个粘膜下也没有 都是在避肩的 而且我引起了 我的工钱的增大 我们就可以交给我们处理了 我们全部都可以用 护身冷循环介入这个方式 全部给它灭完 我们刚才听到这位患者 他好像自己本身 这个瘤子并不多 如果说他的这个 整股肌瘤特别多的话 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保子宫吗 当然可以的 对我 再多的话我们得也不怕 我们多的话就是 我们大不了 如果它避肩的话 你们就分次给它做 它比又大又多的 我们就分次给它做 因为我们做完了以后 它没有什么症状 这个患者还是跟正常人一样 只需要你回去多喝点水 还得多活动 不允许你卧床休息 不需要去营养 就是我再次提醒 就是做我们这个介绍治疗 根本就不需要你营养 你营养就错了 你要吃呢 就吃这种肉 这种补饭是不好的 就是多活动 就它排都行了 分墙一下自身的免疫力 其实恢复期也是很短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留言 这位是手机里号为1453的观众 他说自己是患有卵巢囊肿 而且有几个小直径的子宫肌瘤 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来治疗 卵巢囊肿看看是多大 如果说超着三公分 几个月都没有消失 我们指的是 有的是生理性的囊肿 生理性的囊肿 大部分是月经干净了以后再复查 那就消失了 我们称为是功能性的 如果它一直没有消失 那我们称为是坠生性的 那这一类的话 我们可能要进行一种治疗了 如果说是单纯的一个囊肿 也就是说那个B是非常光滑的 偷生也非常好 就是偷生就是不好 它B是光滑的 有一个可能是个巧克力囊肿 我们都可以采取超道介入治疗就行了 只需放一个针 这个过去就可以了 不需要进入 不需要就是用腹腔镜 只要进入腹腔镜 只要是腹腔镜的话 它进入腹腔的话 我们称为是微创 还是有这个以后沾点 这种发生 而且说一元性种植也有 如果说它是个季态瘤 因为它又报不清楚 季态瘤 有的是液性肌态瘤 那这一类的话 或者说是这个B不光滑 有乳头 那一定是腔镜的一个适应症 就是还有它有子宫肌瘤 那我们在做囊肿的同时 也可以把肌瘤给它灭了 同时就可以消除 同时都可以 对 我们现在就好在哪个地方 我们不管是附件上的 这个囊肿也好 还有肌瘤也好 我们都可以同时治疗 明白了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 可能很多观众都有一个疑问 说这个自己 刚才像这位患者提到的是 自己有几个小直径的子宫肌瘤 但他没说具体的数字 但是很多观众 其实面临的一个疑惑 就是究竟是我这个瘤子 它这个直径面积比较大 还是说我这个数量比较多 是更难治的呢 那数量多是更难治的 数量多 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患者 他就是一个单发的 单发的一般做完了以后 他不容易复发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复发 我们作为医学上的话 应该说再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就是孤立的 如果说现在是多发的这个患者 他就说明他本身这个遗传因素 他是个非常厉害的 我们称他会是肌瘤病 那肌瘤病的话 他就容易其他地方容易再生 但是通过我们这一块 如果说介入的话 因为本身是在超声引导下做 只要超声五毫米 我们都能跟他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是培养的这个团队 我们是非常就是说细致的 那有的医院可能说 在他别的医院查出三个流子 可能在我们医院查出了六个流子 甚至十个流子 就无意味什么 就是只是说他那个探筒 这个切面没有切到位 那如果没切到位的话 他可能就看着那几个大的 那小的可能就漏过去了 我知道很多患者 可能特别容易自欺欺人 觉得是怎么几个医院的 检查结果都不一样 然后宁愿去相信 说我这个 少的 对 这个少的 我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我说这个为什么就那么多 其实很有可能 是在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漏洞 对 它就是 我们这个探头 这个超乱探头 就像一把刀 一把刀切这个菜 切这个萝卜吧 切萝卜切得非常细 非常薄 就容易不漏 你切得非常宽 那刚好这个流子 就在这个宽的面 它就容易移漏了 包括刚才胡老师介绍到了 说这个很容易再生 我把它理解为 是不是我们已经 这个做过治疗的部位 其实它原位置并没有长 而是其他位置 我们可能在最初 有一些探头没有探测到的 它长出来了 对 对 对 你如果说 我们现在没有长出来的 我们只能说长出来 我们得给你做 那长不出来的话 我们是看不见的 所以说有些患者 就是说经常问 我怎么预防 我以后不复发 想预防 也是就是说 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通过我这个预防 以后就不长了 起码我们避免 以后这个饮食上 要改善一下 不要以这个红肉为主 要以特别是女性 素食 豆制品 海鲜为主 那这样的话 就会通过饮食 通过我们这个 作息时间的规律 那就这样的话 就是再生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 能小一点 对 那刚才您讲到了预防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式 包括您刚才提到了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 有一些 我们除了平时高发人群 还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小的 尤其于一些遗传因素 可能更需要去注意 那他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呢 他这个注意 像这个小孩子 像那16岁的小孩子 就是你知道饮食注意 然后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休息以后 就是这就可以了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 通过我们这个饮食 或者好好休息 都不能避免的 该来的可能会来 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 就是说只要他家里 有遗传因素 我们经常来去检查 发现及时处理就可以了 明白了 非常感谢胡老师的解答 其实通过胡老师 今天的讲解 相信大家对于妇科疾病 子宫肌瘤 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生活当中 我们及时去进行排查 然后尽早地去治疗 这样其实对于 我们的健康的恢复 都是很有利的 那非常感谢 胡老师今天做过 我们的直播间 这样之前的您 如果说在健康方面 有任何的困惑 都会您拨打 我们的节目热线 0451-828-90319 进行咨询 当然您可以随时 扫一下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你好医生的 微信公众平台 和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的各位专家 都会根据您的留言内容 全力帮您解答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你好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